法国队夺冠有多意外 华帝最懂没有中国男主的俄罗斯世界杯上 中国品牌万达 梦牛 海信 迪欧亚迪等 却在20个赞助商中占去了三分之一 但是他们的大手比营销意外的 被一个品牌抢去了风筹 它就是华帝股份 因为在世界杯前 华帝在权威纸媒 南方都市报 发布一则全版广告 内容是法国队夺冠 华帝退全款 这则广告体现并没有吸引到太多关注 毕竟法国队并不是最被看好的热能球队 昨晚随着比赛的进行 微博很多网友都对华帝表示了担忧 我们回顾一下华帝法国队夺冠 华帝退全款事件的全过程 3月初 华帝签约法国足球队成为官方赞助商 并且宣称法国队是今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夺冠热门 5月17日 华帝官方宣布 法国著名球星 足坛 传奇前锋DIY亨利 亨利亨利成为其品牌代言人 5月30日 华帝在权威纸媒南方都市报 发布一则全版广告 内容是法国队夺冠 华帝退全款 借此推出了一款夺冠套餐产品 只要在6月1日零时至6月30日 二十二时购买了 若法国队夺冠 全额退缓 5月31日起 这则广告的社交媒体刷屏 华帝的搜索指数直线飙升 6月起 华帝开始的自媒体 微博 电梯里 户外大批量的投放这个广告 持续保持热度 6月30日 法国队淘汰阿哥停队 进入八强 华帝宣布活动延期三天 再一次将热度推起来 7月1日 华帝进入舆论漩涡 热度达到巅峰 7月15日 世界杯决赛 伴随着比赛 朋友圈和微博等不断刷屏程 关于华帝退款详情和营销的赞叹之词 7月16日凌晨 法国队夺冠 华帝在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宣布启动退全款 据悉 华帝退款总费用近7900万 相信法国队的多万 是华帝没有意料到的 虽然 这7900万的退款 会让华帝有些肉疼 但是整个事件也让华帝挣到了意外的关注 其实 等于华帝花了不到8000万元 做了一个NB的广告 而且比其他砸了几亿元的品牌 才收到了更好的效果 可谓四两拨千斤 法国制造业有多发达 超出你的意料 其实令人意外的不只是法国的足球 还有法国的制造业 说起法国 给人的印象是离工业最远的 听过德国制造 却鲜有法国制造的说法 如果有 那也是些与工业制造联系不大的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 奢侈品 红酒 香水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人们心目中的法国制造 但是 法国制造真的不行吗 其实 在全球科技实力排名中 法国排名第四 其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五 法国的工业实力 尤其是在航空 高铁 和能应用 高端电器装备的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下面我们就一一分析一下 航空工业被誉为制造硬黄 冠上的明珠 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法国在航空工业领域技术非常全面 从大型民用客机到军用战斗机 运输机 直升机整齐系统 包括发动机 著名的空中客车公司总部 就在法国普鲁兹 空客与美国波音一起强势垄断了全球客机市场 虽然空客是由法德英西四国组件 但核心在法国 其背后的法国赛峰集团 在航天发动机领域 可以说是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 波音公司50%以上的发动机 都是赛峰集团提供 在高铁领域 法国高铁TJV享有全球第一速美誉 1981年开通 独创动力集中加双层脚机夹变态 及轻量化的技术组合设计 在传统轮轮领域保持技术领先 2007年创下574.8公里时速的世界新记录 由于法国TJV在传统轮轮领域的技术领先于欧盟各国 1996年欧盟各国的郭佑铁路公司 经联合协商后 确定采用法国技术 作为全国高速火车的技术标准 早年进入中国市场 如果不是因为战略错误拒绝技术转让 估计都没得和西门子什么事了 在核能应用领域 法国可以说就是世界第一 拥有从油矿开采 提炼 核电站整体设计 建造到核废料处理等全过程系统技术 还记得居里夫人发现雷吗 没错 她就是法国人 法国90%以上电力来自核电站 此外还有剩余可以供给20%的欧盟国家 并且是核反应对标准化实现最好的国家 自2000年以来 从没发生过重大核电事故 法国核电技术在全球多个国家得到采用 其中就包括中国大亚当核电站 此外喜欢军事的朋友 就知道全球仅美国和法国拥有核动力航空母舰 虽然法国航母在数量和等级上赶不上美国 但客观体现了法国人 对核能技术应用的领先优势 法国核动力航母带高乐耗 说到电气制造领域 似乎德国制造或日本制造已经独步天下 但实际上在每个领域 法国都拿得出手 法国 阿尔斯通在电力输送领域 施耐德在能效管理领域 罗格朗在建筑电器设备领域都是全球领先的代表 他们大都历经百年沉淀 用专注与精致诠释了法国在电气工业领域的造诣 技术发展到今天 天马星空的法国设计师 甚至常常用奢侈品的制造标准 来打造一枚普通家用开关 与相迈而采用同款鱼皮面料的罗格朗开关 也只有这种彻底纯粹的工匠精神 才能永保产品具有化时代生命力 被应用于罗浮宫 帆船酒店 天安门等具有非凡意义的建筑身上 纯手工镶嵌490颗诗华诺旗水晶的罗格朗开关 此外还有汽车行业 软件行业等等 加上享誉全球的红酒 香水 时装 无庸置疑 法国制造是全球市场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热爱手艺 善于想象 飘吸利益 是法国制造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才明确 法国制造新定位的同时 据说一向给人以高傲质感的法国人 并未对自身弱点汇集记忆 专家们毫不留情的自我解剖 就经济形象而言 美国和德国值得法国学习 一言以蔽之 新一轮的法国制造推广 将而在全球市场上 处理法国产品更日能 更尖端 更新奇的整体形象 拭目以待